这部23年前上映几乎零票房的国产经典电影 在以8万美人的低价卖给日方后 在日本却狂懒了8个亿 日本的一些政府机构和个别党派 则把该片作为教育片要求下属职员观看 由正事业厅的工作室外墙上 甚至贴着这部片子的海报 该片先后在国内外的金基电影节 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印度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节中获得大奖 而这些都归功于本片美术专业出身的导演霍剑奇 用美美的镜头还原了风景如画的湘西山村风光 如今也只有在李子柒的视频中才能欣赏一二了 电影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中国湖南西部的一个山区 那时候的生活都很慢 一生只勾爱一个人 这天的大清早 山间还弥漫着迷茫的雾气 儿子刚睁开眼 就发现父亲把昨晚装进邮包的信件重新整理了一遍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香油员 由于长期跋山涉水 让身体拉下了病根 如今到了不得不退休的时候 局长让他儿子来做接班人 本以为儿子会不喜欢这份苦差事 却没想到他乐在其中 毕竟香油怎么说也是国家干部 儿子刚接手这份工作 他不放心 趁着儿子吃早餐的功夫 父亲又把松信的朱一世相细细说了一遍 你要走八十里上山路 翻过天车岭 到望丰坑 九半楼住下 明天一早起身要赶到韩婆澳 再过瑶掌山葛藤平 然后到大岳岭住下 这又是八十里 第三天起早一口去下山 还是八十里 223公里山路 三个大岔口 需要整整三天才能走完 母亲觉得现在不愁吃穿了 当农民没什么不好 儿子则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收拾完后 儿子背上父亲那沉重的邮包满怀期待地准备出发 家里的狼犬老二 以前一直都是他在路上陪着父亲 可现在换人了 老二却不肯跟着儿子上路 儿子赌气地说自己一个人去就行 放心不下的老父亲换了身衣服 决定陪儿子再走一趟这223公里的送游路 妈 你有事就找许万昌 我拖过他了 路上小心 别喝脏水 妈 你回去吧 妈妈的 叫得亲 就这样 在暮色还未完全退进的清晨 父子俩踏上了行程 父子俩一前一后地走着 几乎一路无言 在儿子的印象里 自己很少能见到父亲 他常年在歪 一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 所以这么多年来 儿子甚至连爸都没怎么叫过 这次父亲跟着 儿子心里总是觉得别扭 一路上他们各走各的 年迈且有腿急的父亲 跟不上儿子大不留心的步伐 总是被甩在后面一截 只有老二担心落在后方的父亲 时不时地回头去追随父亲 他们来到一条登山路 碰到几个过路的行人 狭窄的山镜只容易人通过 儿子显得有些慌乱 愁出许韭才侧身让路人过去 父亲见了笑着说道 儿子听后便在父亲面前演示了几遍 看来是找到了诀窍 走了一段路后 父亲看出儿子疲累不堪 便主动提出休息一会 两人坐下时 同时问对方累不累 儿子顿觉高兴 而父亲揉着腿面露苦涩 曾经自己背着重重的油包走 这条路轻松自在 如今两手空空 走起来却显得有些吃力 只能感慨是自己老了 儿子担心父亲腿疼走路不便 就让父亲先回去 他自己能行 只是儿子说话的语气不够柔和 父亲以为儿子事先自己老了不中用了 二话不说叫上老二继续赶路 儿子只能跟在后面 但很快就把父亲又甩在了身后 儿子之所以走那么快 是因为他不知道该和父亲聊些什么 因为父亲年轻时总在外面跑游路 一个月才回家一次 所以儿子从没挨过揍 虽然这让其他孩子羡慕 但儿子却很怕见到父亲 他也不知道害怕父亲什么 反正父亲每次回到家 儿子就故意在外面玩到天黑才回家 以至于从小到大 连把都很少叫一声 儿子就这么一边走着 一边回忆着小时候的事 不知不觉才发现父亲没跟上 他等了一会儿 渐渐有些慌了 他连忙放下油包回头去找 越找越是焦急 生怕父亲出了什么事 好在父亲很快就跟了上来 儿子悬着的心放下了 可父亲见到儿子放下了油包还是发了脾气 这使得本来就话少的两人更加沉默 儿子明白这油包对父亲的意义 现在的他依旧和小时候一样 对父亲感到陌生又害怕 不过儿子走路的速度也放慢了很多 和父亲始终保持着一段安全距离 很快 他们来到望丰村 父亲曾告诉儿子 山里人几天不见县长没关系 几天不见他可不行 儿子以为他们的到来 会在村里引起不小的轰动 就像电影里那样 大家围上来接过期盼已久的来信 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可当两人来到村委会后 才发现村委会里连的人影都没有 儿子有些失望 父亲让儿子坐下等等 怎么没有人啊 大白天的 谁能在这专门等你来啊 我们又不是来视察的 还让人家家到欢迎啊 那我们得等多久 老阿姨叫啊 他们就知道了 果然 没多久村秘书赶来 父亲和秘书介绍了儿子 说以后这条游路就由他来跑了 秘书以为父亲退休是要升官了 可父亲只是退休不干而已 村秘书抱怨起来 那你呢 要当局长了吧 我呀 以后要愿意来 自然还可以来嘛 外面来我们这儿的老师 医生 储蓄员 公安 个个能当劳母 当干部 就你呀 光是走啊走啊 这么多年了 我还没闲酒呢 你倒闲酒了啊 儿子都这么大 你是不该受这门辛苦了 好了 好了 把该寄出的邮件拿了来 我们要赶路了 村秘书去取信件时 父亲不想让儿子像他那样落下脚壁 教导他别为了抄近道去烫冷水 但儿子不在乎这些 反而为父亲感到不平 那乡里村里的 也不给你写封表扬信 写是写过 我没让发 哪里有自己给自己投递表扬信的 再说 谁又表扬他们 你也要记住了 父亲自己很苦 走 咱们去迎一旁 说吧 父亲带儿子走到了门口 乡亲们此时都围了过来 儿子见到了期待中的画面 心里非常高兴 父亲向村民介绍了接任邮差工作的儿子 随后秘书拿了要寄出去的信件 两人就继续赶路了 而出村时 父亲却一直没回头 乡亲们把他们送到村口 守在那看着父子俩走远 看到这一幕 儿子突然觉得自己刚刚说的那些话挺伤父亲的 其实儿子想要的 父亲何尝不想要呢 只是想要的东西并不一定能得到 但也不能说父亲什么也没得到 至少村里的乡亲们肯定会想他的 两人在山里走了好几里路 老二依旧在前头引路 但儿子放慢了步伐 让父亲走在前头 他渐渐理解父亲这些年的难言之隐 也不再对父亲充满埋怨与梳理 儿子想起母亲说过的故事 当年母亲和父亲就是在一条偏远的游路上认识的 那天下着大暴雨 年轻的母亲在给生产对放牛是意外拔脚扭伤 正好遇到年轻的父亲 父亲让母亲骑牛 可他坚决不起 于是父亲就一口气把母亲背下了山 乡亲们看到对上位移的羹牛平安归来 都高兴地围了上来 父亲不看牛 只看母亲 后来父亲就领着母亲走出了大山 儿子回忆的这段时间 父子俩不知不觉走到了山址 儿子走在前面 跟着收音机唱起了歌 他问父亲以前送信时唱不唱 父亲没理会提醒他住一脚底下 这时老二突然叫了起来 父亲告诉儿子 这是在报信呢 下面就是韩普奥了 寄来的邮件每次都送在村委会 要发走的邮件也在村委会 有两件事你要记着啊 倘若有葛荣家的信 你要单独拿出来 弯两里路送到他家去 他们家和村秘书家打过架 秘书不给他转信 他丈夫在外面当幕里 判信 判得新疆呢 他们本来应该走大陆进村 父亲突然教会老二 说有封单独的信要送 儿子也只能跟了过去 发现是位瞎眼的老婆婆 父亲管他叫五婆 五婆有一个孙子 是他含心如苦用蛇羹未养大的 但是自从考上了重点大学 孙子再也没有回来过 父亲心疼老太太 于是经常装成孙子给老人写信 信封里都会塞上十块钱 那是父亲自掏腰包给的 然后念信给老人听 奶奶您好 您的身体还好吧 眼病没有饭吧 腰疼也好了吧 为了多少遍了 我这里一切都好 特区的形式发展很快 我的工作也很繁忙 一时还抽不出时间来回去看您 您在生活上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告诉送信的香油员 他会找人帮您解决 以后就是儿子来送信了 父亲就让儿子也临场发挥 可儿子对着空白的信纸也不知该怎么说 也就学着父亲临场发挥 五婆不知是否听出了什么端倪 表情越来越是悲伤 听着儿子年轻爽朗的声音 不自主想起了自己的孙子 离开五婆家后 儿子问起五婆的事 父亲才把五婆孙子出山后 再也没回来的是告诉儿子 你这么做是等于包庇他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孙子该怎么做 他是大学生 又当了国家干部 该怎么做还用别人告诉 大学生怎么了 大学生就不能说了 不去管他了 你得记着啊 隔个十天半个月的就去看个五婆 随便给他念几句 你交代的 我当然可以去做 可要不是我跑这条游路呢 换了别人 谁会像你这样 这事是该他孙子做的 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 你怎么教应起我来了 我行不行 该干的能干的我就干 鲜花乱坠的想法 干不成有什么用啊 做成做不成的 你等着瞧好 那孙子比五婆的眼珠子都金贵 你小子不许胡来 这条游路上不仅见证了亲情 还见证着爱情 傍晚时分 父子俩来到一个洞族村落附近 看到一个美丽的洞族姑娘 这是我儿子 新上任的香油园 今年24岁 是不是他管老师叫爸 挨了妈妈的打 那还有错 随后他们来到一个洞族的村子 村里人正在办喜酒 村里人知道父亲这个时候都会来 特意把喜酒定在当天晚上 就是为了让父亲也来沾沾热闹气 晚上的篝火晚会 大家在歌在舞 好不热闹 看着儿子和那位洞族姑娘开心地跳舞 喝了点酒的父亲不禁想到了 他和母亲的爱情故事 父亲和母亲相恋后 父亲时常与母亲约会 在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里 他用一辆自行车将母亲接回家 从此地接了夫妻名分 父亲在美好的回忆中安然入睡 第二天清晨 儿子与姑娘一边热着早饭 一边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 父亲见到儿子和洞族姑娘相处得十分融洽 心中很是欢喜 但他们没有在村寨久留 吃过饭后 父子俩就继续赶路 父亲告诉儿子 他第一次见到那女孩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自己的儿子看到他 肯定会迈不动步的 现在看来果然是这样 他知道儿子肯定是中意那姑娘 两人来到村口 桥边大树下有个邮箱 父亲教导儿子 出村时一定要看看信箱 他们出村后 走在一段山路 儿子看着下面马路上的汽车 觉得这种路段完全可以搭便车 父亲却教导他做人做事都要脚踏实地 别成天想着投机取巧 儿子对于父亲这些迂腐的坚持完全不能理解 父子俩又闹了些不愉快 随后父子俩走到一处溪流时 父亲说糖水过去能少走好几里路 儿子让父亲在原地等着 他率先下水把油包送到了对岸 而后回来背起父亲 他说以后有了他 父亲就不会再吃苦了 渡喝时 两人想起十几年前 父亲背着儿子去闹试玩的场景 那时儿子还是个小不点 坐在父亲宽阔的肩头 言笑艳艳 如今儿子已然长大 可父亲却在岁月的侵蚀下 变得苍老而受宣 想到这 父亲的眼眶漫上了泪意 村里的老人常说 背得动爹 儿子就长成了 当儿子背着瘦弱的父亲 躺过冰冷而刺骨的溪水 也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了 父亲属十年如一日的艰辛 那一刻 儿子终于放下了 曾经对父亲的不满 取而代之的 是对他的敬佩和心疼 到了岸上 两人点燃木材考活取呢 父亲慢慢开始敞开心扉 与儿子聊着当年的往事 两人谈完话 儿子不经意的一句 爸 该走了 让父亲百感焦急 儿子多久没有叫一声罢了 父亲露出笑容 爸 该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爸 该走了 老二听见了吧 他喊我爸 山里多雨 沃尔还会把路冲垮 他们来到一处山坡 老二叫了几声 上面就有人放下一条绳索 儿子借着绳索和凹坑往上爬 这才知道 游路上也有如此危险的地方 他几次差点拴下去 等到了坡顶才看到是一名少年朝他们丢的绳索 少年叫车麻 因为父亲曾在这里滚下山过 还受了伤 所以爷爷才让车娃到这里等着 儿子听了感到一阵心酸 经过了解 车娃很想学新闻的 可因为出山的路太远 家里人不让他上学 但车娃没有放弃 选择了自考寒寿大学 就在父子俩离开没多久 就传来对面山上车娃的大喊 大哥 爷爷 我在这儿 我收到了成绩单 三门功课 我得了两门幽 一门梁 我的作文 被老师推荐给报社了 老师正要退回我的学费 老师说 供我到毕业 老师还让我多多的采访 下回你们再来 我采访你们 爸 你听见了吗 下次还采访咱们呢 他管你叫哥 管我叫爷爷 连基本情况都没弄清楚 翻过陡坡后 是一段很长的路 儿子和父亲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 都没再说话 直到远处传来了 阵阵姑娘们的山歌声 父亲才突然问儿子 是不是喜欢那位洞族姑娘 儿子却说 自己不会娶一个山里人 因为他不想那个姑娘 像母亲一样离开了大山 一辈子都想家 此时 几位唱着山歌的洞族姑娘 从父子俩面前走过 儿子想起小时后 问过母亲一个问题 山里人为什么要住在山里 母亲说 山里人住在山里 就像脚放在鞋子里面舒服 恍然间 父亲明白了什么 住在山里的母亲放弃了一切 跟随父亲来到了山外 可父亲却让他在等待中度过了大半生 想到这里 父亲被赶愧疚 父子俩继续启程 来到了一座长木桥 在上面歇脚 儿子整理邮件时 突然一阵风刮过 信都被吹到了天上 还没等儿子反应过来 父亲已经扑上去保护信件 老二也跳到半空寒柱信件 邮递员保护信件 几乎已经是一种本能 儿子望着他们露出微笑 经此这件事后 儿子做事更为谨慎了 而父亲也没像之前一样 对儿子大发脾气 经过这一路上的相处 父子俩都更为理解和包容彼此 最后他们来到了 这次邮路的终点 夜晚 父子俩一起泡脚 儿子多愁善感起来 他们祖祖辈辈出的山里 出了山没有别的 谁说没有啊 想头也叫理想 越苦越有想头 人有想头啊 叫什么都有 要是没有想头 再好的日子也没滋味 就像咱们跑的这条游路 说苦够苦的 可干得久了 记挂的人多了 玉成的事多了 就觉得有干的了 第二天父子俩回到家 母亲早在村口等候多时 重逢的喜悦抑郁言表 只是从此以后 年迈的父母要经常守望离家的儿子 第二天一早 儿子听到父母谈话 原来是父亲求局长让儿子接替他的游路 因为除了儿子 还有谁能让他放心代替自己去走这条路 这一刻 儿子终于理解了父亲的所有行为 要给五婆的信 不能投机取巧的路 这些都是父亲对他的既往 父亲不是迂腐 不是不知变通 只是太过坚守自己的本心 最后儿子带着对父亲的理解与感动 又一次踏上了去送信的路 只不过这一次 儿子将独自一人踏上人生的旅途 那山那人那狗是霍剑起导演的代表作 这部朴实清新而又真挚的电影 当年在国内的票房成绩并不理想 反而在日本狂揽八亿的票房 电影中对于乡村图景的失忆俊血 对于人性中纯净本真一面的刻画淋漓尽致 电影的上映日期正是1999年 世纪之末 文化冲击 浪潮叠起 市场经济与城市化迅速发展 不知至上的观念间接被推崇 金钱利益成为人们追逐的唯一目标 而属于人类本真的关怀与情感 正在钢铁森林的城市里渐渐消失 就在这样的一个时代 霍剑起拍出了那山那人那狗 用极度理想化的乡村图景 唤起人们对于昔日朴实的价值观的怀念